大家好,我是叶瑩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当年李小龙拍《唐山大兴》的时候 在泰国那里曾经秒杀过泰拳王 但我近来又在网上看到很多文章写 李小龙秒杀泰拳王这个消息是假的 现在让我们大家分析一下 截拳道和泰拳搏击的时候 哪个胜算高一点呢? 以前有些人说过泰拳三流拳术 说泰拳三流拳术是说他的招式小 招式简单 他的心法绝不三流 因为泰拳只有几十招 如果跟中国武术比 中国武术随便一个门派的招式可能比他多 所以就说他三流拳术就是这个原因 但如果说心法 他很多心法都跟中国武术很相似 中国武术里面有三大体系 二十四版 呼吸套立 三元合体 我说过很多次了 泰拳的心法有很多二十四版 在里面 可能他不是叫做二十四版 可能他有另外一个名称 但是他都是专练筋骨和勒力 你看看他的关节多松 那么他的批签一拳一拳过来 他力呢 多猛 他的失狀一拳一拳一拳出来 多猛 这些就是关节松 跟骨松才可以做到 这些跟中国的二十四版 二曲同工 我说了 泰拳拳专木人庄 其中的重点都是练二十四版 是练关节勒力 他没有练呼吸吐蜡 太拳其中一种练法就是练抗打 练抗打是需要呼吸配合的 问题是这种呼吸配合可能是初级 未去到气功的境界 但已经练到他全身受得拳 另外他还有一种射劲的练法 射劲的练法配合这个抗打法 在打擂台的时候就很好用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泰国拳赛 有时候看到一些泰拳高手 好像玩着玩着 好像还没睡醒 动来动去 好像跳舞 你觉得他好像在侮辱对手 其实他是一种打法 是一种战略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他练了抗打法 练了射劲法 引走对手攻击自己 他们的身法很快 你以为他玩着玩着 不是那么容易打中他的 你那拳攻击他 他就避少少 很多时候都避到的 那你那个拳就在他旁边 到时他攻击你 你就不是那么容易走得掉 好了,当你看得准了 你那拳打中他 但是他抗打的能力高 射劲的能力高 你那拳打中他 都是剩下两成力 他受得起 但是当你打中他的时候 你自己都走不及 我以前教的学生 我就跟他这样说 当人家打中你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反击 对方是走不及的 问题是你捱不捱得住 对方的那招 所以他这个是战术 他有一个练法 他不是侮辱你 不是串你 你想真些 他打一场比赛 赢了有奖金的嘛 输了被人打中 玩下手变植物人 他会不会跟你玩玩下 所以我不说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你可以不相信的 我经常都是说那句 你觉得有用你袋下袋 你觉得没用就听故事算数 无谓 那泰拳有没有三圆合体啊 圆不是太极拳才有的吗 泰拳都有圆这个道理的 你留意一下有些泰拳高手他出招 他的掃脚打出是有圆的 就算他那些失撞啊 他那些批拳啊 他都是拿圆来去做的 不过他的圆就可能没有那么立体 就平面化些 而太极拳的圆就比较立体 那又看回截拳道和泰拳比较 哪个取胜机会较高啊 截拳道是一种心法理论 以无招胜右招 其实他说无招 只不过是将自己学到的功夫 变成自然反应 所以说无招其实是用了他所学过的功夫 跟你打 不过那些功夫已经变成自然反应 这样攻击你而已 那泰拳在这几十年实战方面的记录都很厉害 无论在擂台啊或者街斗啊 贏面都很高 那如果李小龙的折拳道 和泰拳的泰拳王比较 就打过才知道 在擂台上泰拳王赢的机会比较高 因为有规则所限 有地方大势所限 所以李小龙的功夫可能只能够用到几成 而泰拳手呢 他就可以用到十足了 因为那个规例 因为他游戏练拳 都是符合他的泰拳规例 所以他比较好 但是如果在街头搏击呢 李小龙的赢面就大些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李小龙可以用他学过的功夫 手啊 脚啊 手啊 手啊 因为李小龙的打法呢 他是比较用空手道式的打法 但是他有自己的特色 他就像水这样的形态去攻击你 他出手出脚很快 加上他可以打不同的角度 所以这么多功夫高手 跟他搏击的时候都惨败 有些人就说 喂 泰拳啊 你知不知道他的脚多厉害啊 踢下去你的脚 脚骨都断了 是啊 因为他还有一种练法 就是磨骨 敲骨 踢树皮 他厉害那些泰拳手 可以一脚踢断一棵树 那当然啦 粗度有一定的限制 还有啊 有些泰拳手可以踢圆那些 通心的铁通的哦 所以他踢落你的脚呢 真的会踢断的哦 那李小龙怎么跟他打啊 李小龙不会跟他 脚撞脚的硬拼的嘛 李小龙也可以踢断你的脚 李小龙踢断你的脚 不是靠跟你斗硬 是踢落你的关节里 以快速的竞力 踢落你的关节里 如果说脚竞和手竞 在当时李小龙是 比那些泰拳高手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曾经有很多西人 200磅或者以上 拿着个大沙包 沙包比身体更大 李小龙一个漂泊骑 踢到他离地飞起 十几二十尺 到现在都没见到有人得 所以他的脚竞多厉害啊 所以才这么多外国高手 都觉得跟李小龙没得打 如果折拳道是李小龙用的呢 泰拳高手输的机会率是相当高的 我说街斗啊 因为李小龙自己 习百家的武术体系于一身 那些武术很多已经变成自然反应 所以他才用无招性有招的打法 但是如果是其他折拳道弟子呢 跟泰拳高手打呢 那这个书面就可能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他折拳道弟子 是指得个心法和个理论 没有李小龙习百家功夫于一身 他只是自己学到些什么武术 就利用折拳道的心法理论去打 那全面性啊 力量性啊 速度性啊 跟李小龙都差很远 所以如果预注 这么霸道的泰拳高手呢 输的机会是高的 如果是李小龙用折拳道 跟泰拳高手打 街打 李小龙赢面高 如果是在擂台用规则地打 泰拳高手赢面高 这个就是叶刑飞的分析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订阅 顺便提一提大家 你订阅之余 旁边有个铃铛 你按下那个铃铛 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的新片